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踢球啊 我踢球啊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这两年 我的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来 我是一个奶爸 你知道有些家长带孩子 现在对你快疯了 现在有一种新的教育方式 叫教育是教育 就它教给孩子一个道理的同时 还让他学习一个知识 我之前在一个餐厅吃饭 一个小朋友把饭撒到我腿上了 我擦掉就完了嘛 但他妈妈一定要 快跟叔叔说对不起 对不起 用英语怎么说 快用英语跟叔叔说对不起 妈妈怎么教你的 对不起 sorry 对不起 我在旁边全程配合 我就想看看这个女人 要把她儿子逼到什么程度 而且我也在想 是不是我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 小朋友说 sorry 我说 后道 拉出手机 嘟嘟嘟 老婆 让女儿接电话 哎 宝贝 来 用英语跟阿姨说没关系 用英语跟阿姨说没关系 爸爸怎么教你的 没关系 you crazy woman 来 说 我很爱我女儿 我很爱我女儿 但前几年我真的非常恐惧生养 那我爸催我 年轻人怎么不喜欢孩子呢 你怎么不喜欢 我说喜欢喜欢 你看我多喜欢养猫 你就知道了 猫就是一个长到一岁就不再发育的孩子 而且它不需要大房子 不需要学英语 这个猫就是我最放心的孩子呀 爸 你明白吗 我爸说 那咱俩一样 都养了个畜生 OK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皮球 谢谢大家